寿山動物園市營運第一天 高雄市長陳其邁也來朝聖 還發貼紙 讓幼兒園小朋友也瘋狂 十點不到就湧入洶湧人潮 新成員水屯悠哉出來閒晃 還有湖蒙朝近距離觀賞 這都要謝謝高雄市政府 這麼的有效率 做公共工程也很多年了 很少這麼有效率 在兩年之內可以完成 這麼一個艱難的案子 只不過市營運期間 到明年一月底 門票現場買不到 網路預定平日限量兩千張 假日四千張 前三天門票開放十分鐘賣光 搶不到的只好上臉書徵求 收十八號成人票兩張 底下網友回 前三天門票一張要賣一百二十元 正常全票才四十元 等於黃牛票要賣貴兩倍 希望說動物園能夠把這些衝擊 能夠降到最低 讓動物有更多的適應期 所以就用這個票來管制 警察局也會針對這些來重點的來查氣 為了觀賞品質並降低動物衝擊 陳其邁表示才會總量管制 也呼籲寧願慢點來也別買黃牛票 除了市府要查之外 也提醒賣黃牛票設犯設違法 可處三日以下拘留或新台幣一萬八千元以下罰還 不過外界也質疑原本古山區居民門票免費 最新規定卻限縮免費範圍 我們有擴大在壽山的周邊有十三里的居民 我們是免費 觀光局解釋最新免費措施是參考其他大型場館規定 附近十三個里民依舊不用錢外 也加碼十二歲以下血統免費 請判新規定能讓整體收費更公平 靜新聞李怡青杜映傑採訪報導 請判新法律 請判新法律 請判新規定能讓整體收費更公平 前衛生出免費 請判新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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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判新鎖